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这次学界赛事 保良谷第一张永庆中学 和九龙华人书院 都是学界之中的冰球竞女 各自都在联赛之中击败不少对手 今天两队终于有机会碰头 亲身在场上一决高下 再加上现在已经到了赛季的尾声 双方除了紧张成绩、排名之外 还对比赛有很大期望和信心 希望可以得到一场令自己和对方 都大开眼界的技术较量 其实现在心情都非常紧张 因为一定要打过一队就是保良谷 而保良谷就是一队非常强的队伍 我觉得现在就快比赛了 其实相当紧张 因为今天都是最后一场常规赛 始终我觉得大家都会比较激烈 我相信我的队友会全力以赴做最好的 虽然是紧张 但也希望用一个轻松的心情 作为队长的我 我都希望可以今场表现得最好 和讲解给队员可以做到什么 最重要的是要努力 每一场打球都要尽自己能力 不要让自己后悔 赢球固然重要 但当中队友之间的默契和友谊 我都认为是更加重要的 打算大炒5比0 今天我们要正升三球 我们保安一定赢 冰球比赛节奏非常快 但这样并不代表一群球员会乱冲乱撞 相反就是因为时间太小 要极速取胜 就更加需要球队之间的团队精神 而冰球队队长最重要的任务 就是将球员团结起来 令他们有一致的目标 共识、默契和信任 是冰球队长应有的条件 我比较幸远 我学了两年 上年就被队友选了做队长 其实我们只是公投 就没有展明谁做队长 我觉得这个也有点点幸运 也很感谢一群队长相信我的能力 到现在都没有什么埋怨 要在短时间内取胜 冰球员在比赛需要极度专注 但是队长就完全不同 在比赛之前 他们就要准备一切功夫 令球员可以发挥最大实力 以前做球员的分别就抄完 因为以前我们的第二队长 本身在幕后就做了很多功夫 看看对面对手究竟是一个什么球队 而作为一个适当的策略 因为现在我做了队长 我就变成要学习这些东西 过程是很难的 因为以前没有接触过 那么多不同的战术 例如如何分配这个人手 也要变成要学习很多东西 最大分别就是要处理多些东西 队长的时候 你就可以无忧无虑 总之我能不能在场换好衣服 听好队长 我就下去打 但做队长之后 你会发现不是完全叼断 你要打之前 一两天 你要想好出场的表 哪个夹都会好些 那个得分的可能会高些 有些弱点的队长 如何可以彌補它的弱点 也要想清楚对手的实力 冰球是属于对类式的运动 对于团队精神要求极高 所以一场冰球赛的胜负 除了取决技术之外 沟通能力也是一个关键之处 我觉得最考验球员的是沟通 无论是你挖冰有多好 你的手法有多好 到最后如果你在球场上 没有这个沟通 其实整天都会出现很多 这个off side 或者是 penalty 的出现 如果沟通得好 其实整队队伍 就算有些可能不足 其实都可以補救 而且每次打的时候 都要很留意场场内的情况 哪个队员做得突然做得不好 或者队员做得好 你需要一些赞赏 或者批评都需要的 我觉得做队长也训练了我的来性 因为始终没有一个原味的人 我都可能有时候做错一些东西 可能看错了东西 或者骂错了东西 我都认为做队长 可以训练回我的内力 沟通这件事 其实在冰球上面就很有趣 因为在其他足球 或者篮球 一个眼神 一个手势 就可以做到这个沟通的效果 但在冰球上面 就好像一帮奔路 就在那里 在那里 在那里 叫叫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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叫 叫叫住大家 这一个就是可能冰球特色的沟通 经过激烈的赛事 在几分钟之间 他們都已經試出對方的實力和表現 至於之後怎樣見招拆招 令再次上場的球員可以表現得更好呢 而每節之間的中場休息 就是雙方球隊重整旗鼓的好機會 我最喜歡可能是 每一次的period停頓之後那一刻 因為那一刻就是你出去 一個新的開始 一個可以新的讓你追回分數的時間 以及一個球隊之間可以說是 經過溝通練之後去改良的時間 經過連場的對決、攻門 雙方都盡情發揮自己所長 而比賽氣氛也都相當激烈 到底哪一隊可以勝出呢?